好 可以了 先大概講一下我們現在設定的是 我是主人A 那我有設定主人A開門的時候 它會啟動我的設備 電風扇 電燈 那這個用途是 就是不用再去做其他的動作 就可以去打開客人 電風扇 電燈之類的 那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現在模擬要出門了 我現在出門了 然後關上門 出門之後這裡會有一個鎖定按鈕 我鎖定之後 我就可以把裡面的設備 一起做關閉 一起連動 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 可能是訪客好了 訪客今天要進去 你會發現它沒有啟動 是因為我剛剛設定在A的部分 有點像車子一樣 A鑰匙 B鑰匙 不一樣的位置 那我今天如果可能 朋友臨時要來 我們有一個臨時密碼的功能 在這個 APP裡面 那我們可以輕觸 這邊去做產生密碼 我先做截圖 好 完成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這組密碼 去做進入 77 182 639 對 對 就是朋友臨時要來加入 這個時效大概多久 呃 它是寫 這個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會時效 對 就是臨時有朋友來加入 有人要來打掃也可以 臨時的一個密碼 你也可以設定什麼時候才要 這個密碼才可以起裝 也可以 這有配合門嗎 對 這是配合門的 對 但是你要那個 那你要整個門 指紋 我們指紋再一次 指紋接觸 對 然後 鑰匙 鑰匙的話 沒電也可以用這個 鑰匙的話 當然我們這裡有緊急電源供電 這下面的部分 這樣子 鑰匙 可以罵遠方 這樣 白手 嗯 真的假的 你說七種錢